近日,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20年12月的一篇旧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文中,楼继伟直言不讳地说,从债务上看,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未来财政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14.5时期,多数省市的债务可持续性堪忧。 粗略计算,大约四分之一的省级财政,50%以上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 预计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收入总额将成低水平运行事态,而财政支出压力仍然较大。 虽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可以释放部分财力,但财政支出的扩张态势未变。 政府一般性支出,缩减的空间已经很小。 可以说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会非常困难。 那么,受到去年疫情冲击,当前财政形势到底严峻到了何种程度? 首先,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长,皆创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财政收入约为18万亿元,与2019年相比,少了约5.3%。 财政收入增长,为负的3.9%,创1976年以来的44年最低。 在财政收入大跌之际,财政支出却并未减少。 2020年,全国财政支出约为24.7万亿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3.3%。 也就是说,赚的钱少了,花的钱却多了。 在2020年,各项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依然占了很大比例,但年增长为负的2.3%。 各税种中,增长前三甲的第一是,证券交易印花税,高达44.3%。 然后市汽税,增长了13.7%,而个人所得税,增长了11.4%。 鉴于去年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交易十分活跃。 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汽税,出现增长,很好理解。 但个人所得税的增速,却是颇耐人寻味。 在2018年的时候,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是15.9%。 2019年,则同比距跌了25.1%。 到了饱受劫难之苦的2020年,个税收入又神奇地增长了11.4%。 这是怎么回事? 根据财政部官方解释说,这是因为居民收入随经济复苏恢复性增长, 以及股权转让等财产性收入增加造成的。 可按照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2019年实际增长了2.1%。 其实和GDP的2.3%增长差不多。 有人指出,去年其他主要税种均出台了新的减税政策, 而个税并没有新的减税举措,因此不存在政策性减收。 此外,随着自然人税收征管体系逐步健全, 个税征管也在加强,逃漏税也相应减少。 去年是个税会算轻缴的第一年, 尽管退税人数多于补税人数, 但由于补税适用更高的税率等因素, 补税规模可能更大, 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个税收入的增加。 显然,对于个税增速, 去年中高收入人群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在2020年,四大直辖市的表现很不好, 财政收入皆为负增长。 其中成绩最不好的是天津, 负增长20.2%。 其次是北京,负增长5.7%。 然后是重庆,负增长2.2%。 上海,负增长1.7%。 其中天津的数据,让人十分不解。 我们就拿去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武汉对比。 去年半年,武汉基本什么都没干。 经济遭受巨大冲击, 财政收入负增长了21.3%, 整个湖北省,负增长了25.9%。 而截至今年3月, 天津共确诊了356人, 财政收入却跟着跌了两成多。 出现这种诡异莫名的数据, 只可能有三种解释。 第一, 天津经济受疫情的影响, 甚至高于武汉市和湖北省。 经济受了很重的内伤, 那财政收入当然也得跟着跳水。 第二, 天津比较贼, 借着疫情使劲哭穷, 指望中央能多给个三五斗, 会哭的孩子总能多几口奶喝。 第三, 回看天津以往的GDP, 水分本就过大, 使财政收入被迫虚高。 如今趟着疫情东风, 就搬出来晒太阳了。 而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 有14个省份财政收入负增长, 比2019年增加了8个, 近半省份的财政收入出现下跌。 有23个省市自治区, 财政自给率不足50%, 其中西藏自给率10.1%, 青海自给率15.1%, 甘肃自给率21.5%, 财政自给率可以简单理解为 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比。 这个数值的高低, 是观察其经济发展, 是否健康良性的重要指标。 自给率越高, 就说明当地经济较为繁荣, 造写功能较好, 自给率越低, 就说明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 以及举债发展的依赖程度越高。 所以, 上述数据再结合, 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的刚性支出, 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越发突出, 对转移支付和债务的依赖度再上升, 越是经济弱, 财政压力大的地区, 依赖度就越高。 去年还有个明显的特点是, 地方政府对非税收入依赖增加。 所谓非税收入, 是指政府除税收外, 获得的财政性资金, 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彩票收益, 罚莫收入, 还有国有资源, 资产, 资本的经营使用收入等等。 简而言之, 如果把地方政府看作是一个个体, 这些就是它, 利用自己的权力, 资本, 企业, 所赚到的钱。 如今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 这时就得让国资背景的产业, 多出点钱, 好歹补上点窟窿。 要注意, 地方国企, 只是人家那个地方的全民所有, 和其他地方的人民, 基本没什么关系。 茅台将总股本的4%, 无偿划给贵州省,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就属于这个性质。 还有, 非税收入里的政府性基金, 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 而土地出让金, 又归地方政府所有, 所以, 2020年, 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达84142亿元, 同比增长, 15.9%, 创下33年来, 土地出让金收入, 最高记录。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云南2020年的伐末收入, 达到了102.1亿元, 居然同比大增, 百分之五十九。 云南省财政厅, 很大方的解释说, 这主要是因各职收部门, 及时清算角库办案罚末收入, 拉动了公安, 检查, 法院和其他一般罚末收入, 同比较快的增长。 除此之外, 西部多个地区, 还非常依赖,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以及税收返还, 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 西藏、青海、甘肃获得的转移支付, 分别为1360亿、 1977亿、 2684亿, 相当于, 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9倍、 4.8倍、 3.2倍。 目前中央用来转移支付的增量资金, 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的, 经济发达地区, 但近两年, 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 也明显放缓, 中央利用转移支付, 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算盘, 这面临,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地方没钱, 中央钱也紧, 怎么办? 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举债, 这就涉及到了, 政府的债务问题, 截至2020年末, 中央政府债务余额, 20.89万亿, 较上年增加, 4.24万亿元, 增加3.8个百分点, 占GDP的, 20.6%, 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5.66万亿元, 较上年增加, 4.35万亿元, 增加了3.8个百分点, 占GDP的, 25.3%, 根据上述合计, 那么中国政府, 总债务为, 46.55万亿元, 较上年增加, 8.6万亿元, 增加7.5个百分点, 负债率为, 45.8%, 远低于国际通行的, 60%紧界线, 那楼纪委为何会认为, 政府债务问题, 已经成为, 影响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呢? 因为, 上面提到的, 还只是显性债务, 例如在2017年之前, 地方政府, 是不允许以自己的名义, 进行债务融资的, 但是地方政府, 也非常缺钱, 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成立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建立一个企业, 以这个企业的名义来融资, 但是这些企业的融资, 虽然是以企业名义进行, 实际上背后, 还是有政府信用在里面, 很多投资机构, 之所以向这些融资平台放款, 也是相信, 他们背后的政府信用, 通过这种渠道, 进行的债务融资, 就被称为, 隐性债务, 而除了政府融资平台, 这个渠道之外, 还有三批项目, 政府投资基金, 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总之, 就是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 但实际上要承担偿还义务的债务, 都被称作, 隐性债务, 而各地的融资渠道, 呈现多样化, 隐蔽化, 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 无从知道, 负债规模, 也就难以统计, 目前, 官方也一直没有公布, 隐性债务的规模, 而按照2018年, 标普报告中的说法, 国内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可能高达, 5.78万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35万亿左右, 而且, 这还只是, 2018年的数据, 而去年12月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罕见提出, 抓实化解,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 将成为今年财政工作的重点, 目前, 绝大多数省份, 在部署今年财政工作时, 都提出, 坚决遏制, 隐性债务增量, 并强调, 风险总体可控, 可地方隐性债务到底还有多少, 化解了多少, 谁也说不清, 也无法说清, 咱们 dropdown一查看不清, 在部署今年财政工作, 一查看不清, 当写了二十字架放资, 等于你耶税来说不清, 起码度大多数,